台灣天氣越來越熱 但沒有想到我們尖峰用電量 本來預計說可能在 夏天的時候會突破 今天就已經快要逼近了 就差一點點而已 熱得不得了 來看一下我們的藝人林謙佑 他因為他是做這個帶貨的 因為他要犒賞的消費者 他就準備了個LV的巧克力 但他沒有想到 你看到這是正常的LV的 做成LV專屬的圖案 要來驗想他的消費者 但沒有想到台灣太熱了 10萬塊的LV巧克力 變成什麼 乍看很像什麼 肉乾 但是他是巧克力的顏色 感覺肉乾放了一萬年那個樣子 但是他其實是LV巧克力 本來形狀很好 這也帶來了一個迷思 LV巧克力做成LV的LOGO很貴 但他融化了其實就是最終還是巧克力 所以跪在那一個形狀 台灣熱得不得了 熱得要命 包括高雄的後進溪 直接變成魚湯了 煮都不用煮 熱騰騰 水的氧氣不夠 就變成現成的魚湯 然後還包括我們台南 熱得要命 中午直接停電了 1290戶大停電 那不只這個今天很詭異 今天從北到南好多地方 桃園一早也有兩區 這個停電的狀況 這個是昨天也有 今天也有 然後現在這個遺照出來了 第五重隊松鼠的遺照 他不是在那邊睡覺 他是被電死 當然也不只他 包括桃園醫院在昨天 他也因為松鼠的關係 我們現在醫院也停 然後機場也會停 各種狀況都有 但是我們台電都會跟你講 沒有缺電 都是設備的問題 都是松鼠的問題 這一次不知道為什麼松鼠特別的活躍 但今天很吊詭 是板橋 新竹 礁西很多地方 都有計畫性的停電 台電發言人說 因為有相關的這些工程需求 這是屬於比較正常的 不過大家比較納悶的是 醫院不是都怎麼樣 都要讓他不斷電 還有包括我們松山機場 也停電的話 那非安會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請教兵哥 剛剛才有個網友在 PD上留言就直接講 大家之前 因為今天台北大雷雨 大雷雨有時候他電跳掉 OK 很正常 因為難免 可是後來復電 復電完之後沒過多久 五分鐘之內又跳兩次 請問一下這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今天有個最新的 因為台電他預估今天夏天 我們最高的尖峰用量是 4.119萬千瓦 為什麼是4.119 4.119 快要斷氣了 要送119 訴119 這是他們預估尖峰時刻 但今天最高就已經到多少 是1.1% 一路下 一到7月初就已經是尖峰了 但台電告訴你 透懂了 大家不用在乎 因為我們的餘域 備轉餘域還有16%多 你相信嗎 因為你去看台電網站上寫 它是說我們總發電量 可以到4700的萬 那就大家盡量用 那就直接了是不是 那你叫大家節省電 大家用力用 真的是這樣嗎 那個數字沒有灌水嗎 我是很懷疑 當然台灣真的是熱 今天真的是熱 所以這個巧克力這個東西 就已經證實了台灣真的是熱 但是我就覺得很奇怪就是 我們難道到21世紀了 我們連個松鼠都對他束手無策嗎 我不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也很好奇別的國家的松鼠 有沒有像台灣的松鼠一樣 全世界都不只有台灣有松鼠 到處都有松鼠 而且國外松鼠還比較大隻 還是國外松鼠比較聰明 台灣松鼠比較笨 他們被電死這麼多次 還不知道要閃過這些東西嗎 所以到底是我們的裝備設備老舊 導致松鼠容易被電到 還是其他什麼問題 還是根本就不是松鼠的事 我們剛剛新畫面 還把松鼠的遺照馬賽克 是 這張沒有馬 不好意思 所以我真的覺得 台電不能老是就告訴我們說 今天這個設備壞 明天哪個虧線跳脫 因為你告訴我說 因為台電一直在告訴我們說 其實跟過去比 每年跳電的次數一直往下降 今天郭志偉講說已經降了 你因為你的新聞都在報 對啊 他已經降了七成 只是新聞學安報 真的是這樣嗎 你確定真的台灣 我們自己生活在台灣 你真的覺得跳電的數量 比以前少嗎 你真的有這種感覺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跟民眾的實際感覺 是不一樣的 然後請大家注意 我們其實到現在 還沒有到最熱的時候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7月27號以後 河山就要拜拜了 一號組就沒了 對 所以我們又要少掉 4.8%的電 所以到最後台灣會變怎麼樣 醫院到底為什麼會停電 也是因為染線出問題 他說是松鼠 又是松鼠 又松鼠 對啊 但是照理來講 醫院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醫院自己應該要有發電設備 他應該要立刻銜接上 應該有不斷電系統 對 有不斷電系統 所以到底為什麼會出這個狀況 OK 我補充一下 醫院的不斷電系統 他只維持他主要的運作 所以不是全院區 對 比如說他的什麼開刀房 開刀房一定要維持 然後他的電腦設備 所以如果是一般病房 沒有特別系統的可以斷一下 但是如果說飛關這些核心的設備 他會還會斷 對 但是我要請教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很多租屋族 這些房客很辛苦 因為房價節節高升 現在又多了一筆錢 也要變貴了 有一個租屋族的先生 他跟媒體爆料申訴 他說他的房東跟他講 他按照台電的局勢 那個集聚 他們跟其他的人一起租同一個地方 因為他們的用電量 已經破了千度的那個集聚 就是最高的那個集聚 所以房東說按照台電規劃的相關規定 他一度夏季用電要給他收8.46元 他要申訴 他不能接受 2022年兩年前一度才5塊錢 現在怎麼變成這麼貴8.46元 然後內政府也說放心 我們7月中會有新制度 未來房東收到的電費帳單多少錢 他就只能跟你房客收多少錢 不能多 只能少 但不可能少 好 這麼一講就妙了 因為房東的意思是說 我們那麼多人租在一起 就是1000度以上 1000度以上台電告訴我們 夏季一度就是8.46元 他的8.46元 不是他自己掐指一算算來的 看心情的 他是按照台電告訴他的 你的夏季超過1000度 就是這個急距就是8.46元 好 那來 房東最後拿到的也是8.46元 那你還不是要繳 那內政部新制度會有用嗎 這大家也看了MUSASA 然後包括現在在討論說 這個冷氣其實不貴 才3萬塊 但他安裝費居然2.5萬塊 他說這個安裝的費用 一個小時千元起跳 而且很多大樓規定要吊車 所以要花很多時間 吊車要6000塊等等 一個小時就要起千塊 你應該要請冬天去 但冬天的吊車會比較便宜嗎 還是比較好安排 當然郭智惠有講說 現在有人問他說 國民黨這個真的是坐不住了 忍不住了 急了 就說要推核電的演繹 那郭智惠說立法院通過什麼 就執行什麼 可是知情人士有說 他就算通過修法了 其實也來不及 因為他重新做 這個相關的環境環評等等 其實沒有那麼快 所以就是不要做那個夢了 那這個經濟部長說可以讓你挺 國內挑電次數這麼多 要跟國外引進勞工等等 那謝榮介罵他說 國民黨提核電演繹 不能全靠國民黨 我們挺你 你敢不敢挺 他說他敢挺 林靜宜在2018年的時候 曾經有講過 他晚上10點之後限電 一來可以節電 省電 二來順便少子化 矇矇 夫妻就可以做事情了 請教司剛 笑死了 林靜宜現在是衛福部次長 應該大力推動這個制度 他以前還是立委 只是說說就算 現在衛福部跟我們的生育 真的有關 我就建議林靜宜大力的 大膽的 向現在行政院建議 就是來推動這個政策 不但一旦解決用電的問題 更解決少子化的問題 所以10點就直接台間 就把電切掉 然後我們小孩子就變多了 對 然後大家熱得要死 也睡不著 好 OK 不管林靜宜 重點是 但是吊車在冬天一樣貴 對 我聽不懂 我們選舉常常用吊車 吊車沒有分季節的 沒有分季節 但是冷氣的工人 相關的季工 在夏天確實難叫 而且他的夏天工資會上漲 還是難叫所以會變貴 對 他夏天工資會上漲 然後現在的技術工很少 所以通常到夏天 你光保養個冷氣 都要等快一個月時間 他才會排到你家去 大家都不見棺材不落淚 一定是夏天才去洗 冬天都沒有想到去保養冷氣 都是冷氣打開 怎麼發現有灰塵 髒 不冷 才去找這個冷氣維修 所以建議大家 一 二月的時候 要檢查一下冷氣冷不冷 就開始進行維修 所以你看從店長 因為店是最基本的民生消費 店長 店租 然後房租漲 店租漲 所有的萬物皆漲 然後所以不要再跟我們說 我們的物價很平順 我們的收入很變高了 所以這一點點的漲幅 對大家沒有影響 事實上就有影響 很多在外面租屋族的朋友 一個月薪水可能只有30萬 他的租金不斷不斷的增加 請問他賺的錢 他在做什麼 所以他也不敢婚 也不敢生 因為他完全沒有辦法 沒有餘力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說郭志輝 就自己都養不起了 對啊 自己養不起 怎麼會想到說 兩人共同生活 兩人共同生活 分擔的費用更大 所以你看郭志輝說 你立法院過什麼就過什麼 那你到底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現在的民進黨 這些官僚很糟糕 就你早來的時候 之前說我贊成核電 用電多元化等等 不同的發育電管道 到了你這個位置之後 民進黨立委罵兩句 不敢講 你過去的專業勇氣 道德勇氣到底在哪裡 你現在靠國民黨 去幫你解套 你真的有電了 民進黨會感謝國民黨嗎 不會 他會問問你說 那你核廢料放哪裡 問你說核電的安全 這不是都是行政官員 該做的事情 那你國民黨立委 最多只是在修改相關的條例 讓行政官員好做事 但不能把責任推給國民黨 所以為什麼國民黨 內會有兩派聲音 會覺得說幹嘛幫你作假 所以現在壓力 可能就全民來承擔 剛剛司高爾特別講到說 現在一個月月薪三四萬 然後房租也貴 店價也貴 怎麼生小孩 怎麼結婚 現在來了 卓倫泰昨天到 這個護政單位的時候 跟內政部這些官員講說 來來來 你們護政系統裡面 幫我挑出來 哪一些民眾到了似乎年齡 還沒有結婚的 又或者結婚很多年 生不出半個孩子來的 全部都把我勾集起來做助記 針對他們來給他提出 獎勵的政策 所以接下來如果照做的話 未婚的或者是頂客族 還沒有小孩的 你可能就會收到內政部 傳簡訊給你說 趕快生我們獎勵多少錢 趕快結婚我們獎勵多少錢 就是這樣來的 但是引發爭議之後說 你這樣有歧視的問題 卓倫泰立刻改口說 沒有 本來就現在就有 相關的這個做法了 他的用字不夠精準 不過他昨天講的 跟現在媒體引發內容 就是一樣 所以等到硬把他拉回去 那護政人員說 我還要去知道誰生小孩 扮演三姑六婆的角色 那同時有一個新聞說 因為現在大家沒有錢生小孩 養小孩太貴 養寵物相對比較便宜 還可以作伴 所以現在猛寵商機破140億元 4月全國的寵物店 達了8968間 聽說跟超商有拼 比去年足足多了475間 這個台灣寵物店 因為少子化年增5% 比小七還要多 韓國政府也有新設人口 戰略的企劃部 少子化非常非常重要 但有沒有重要到 你要去侵犯人家各資 扮演三姑六婆的角色 逼人家趕快結婚 但是這幾天也有一個新聞 引起很多社群上面 廣放的一個討論 帥哥就是這位 40歲的髮型設計師 他叫Nick Nick他不只是這樣做 而且他很願意分享他的經驗 他說他過去10年的時候 跟台灣的女生談戀愛 談到後後來沒有結婚 他覺得他戳頭了10年 也沒有 婚姻也沒有 孩子也沒有 他最近花了70萬 娶到了一個非常漂亮的 越南妻子姓程 照片上這一位 真的是才子佳人 男的帥 女的漂亮 而且男的又不會很老很老 所以這個故事 他把他分享到Trade上面 他花70萬 這女的18歲 因為實在太年輕了 所以在Trade上面 這樣的分享引起很廣泛的討論 正反兩極 有的人講說 你怎麼可以把老婆當成是 生育的這個機器 你還花70萬 你是買他嗎 但是這個Nick說我不是買 70萬不是全部給他的 這個老婆的家裡面的人 或者全部給老婆 他說是這個過程所花的成本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他說台灣的女子都不願意交往 沒多久就懷孕 有生小孩的壓力 然後也不想花太多的時間 找另外一半 因為台灣的女孩子怕身材 怕變老 不太願意那麼快的懷孕 他覺得越南的女子 不但年輕漂亮 做事情負責任不會懶散 然後又很積極 那也不像以前大家想像的說 水準好像比較差 其實他的水準還是相當的不錯 我覺得有個問題 是因為台灣的水準相對變差 就是我們的物質條件是變差 另外一則新聞有個 越南的美女不敢嫁 越南的男生是認為 越南的男生有點渣 很愛喝酒 賭博 打老婆 搞懷孕 他們男的不好 我們女的別讓人家閒 所以我們就湊在一起 這個就引起很大的討論 請教兵哥 我覺得卓龍泰這個東西 台灣的少子化解決 不是用這種侵犯個資 而且帶歧視性的方式去解決 請問一下 你去勾集我們的戶籍資料 我有容許你去查這些資料嗎 我有沒有生小孩 我家裡戶籍狀況怎麼樣 干你屁事 你憑什麼去查這個東西 你這已經侵犯個人隱私了 而且這是帶有歧視的 其實大家記不記得 幾年前曾經有人說 要對那種不生小孩要生稅 有 有 有 對 記不記得 那也是一種帶有歧視性的做法 所以我真的覺得 解決少子化不是從這種方式去解決 這樣只會把事情搞得更亂 更糟糕而已 當然因為現在少子化很多人覺得 不過有個淡數 如果他補助的很高 還是可以考慮一下 那就是看錢 要看高到什麼程度 對 那看你多高 如果你補助2000萬我願意養 沒問題 對 像現在這些寵物 養寵物的人真的是越來越多 甚至很多人花在寵物身上的錢 可能比小孩子還多 因為那是他的寄託 他就把這些 我覺得這都無可厚非 每一個人習慣就好 但是我們對寵物的管制 其實也要更嚴格一點 因為我覺得寵物現在其實有泛濫 而且更糟的就是 我常去那種縣市交界的地方 你會發覺很多流浪狗 要來丟在那邊 就是那些養一養不想養 就丟在那個地方 這非常糟糕 至於說越南新娘這個東西 我個人是認為 只要他們彼此之間相合 這個東西無可厚非 對 我們父母那一輩 甚至更早一輩 大家不是都相親了嗎 請問一下差別在什麼地方 不是都一樣的東西 而且越南因為他們是母系社會 他們習慣上是女人要 把所有家計什麼東西 全部一切負擔起來 然後男人負責在外面 吃喝玩樂這樣 所以對他們來講 台灣男生當然有一定的吸引力 我覺得如果能夠這樣 對為台灣多加一點心血 也沒什麼不好 不過現在南部有出現很大的問題 而且這個爆料的過程 大家覺得匪夷所思 我們民進黨執政黨的立委 林淑芬 他願意爆料當然給他按一個讚 可是他不是爆自己知道的料 他是爆他們民進黨南部 某一個立委知道的料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有這麼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這一位民進黨南部的立委 你不自己好好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他去問誰 他問衛福部長 他說南部有個立委 民進黨的跟他講 有醫院掛號費高達6000塊 就讓你不用等了 可以直接掀排病房 甚至你如果Google評價 給他五顆星 可以省50塊錢 6000塊折50塊會有感覺嗎 應該是沒有 但是他講得很真 很真實 但我很好奇 這位南部的立委你是誰 你發生了這個明末 你為什麼自己不敢講 然後你跟林淑芬搖耳朵講 然後林淑芬去爆料 然後更妙的是我們衛福部長說 這個我自己去台大醫院是有優惠 他公然告訴大家他有特權 他意思是說 因為他去一定是不用排 又有優惠 大家就很納悶 台大醫師跟醫學院的教授 在台大的課號費是200塊錢 一般民眾是500到600塊錢 那我們看到各級距其實都有 這一些有750 這個240等等都有 但6000塊到底是什麼樣一個價 讓他直接不用排隊 直接有病房 那我會不會有一個問題 是我醫院明明有空的病床 但是我特別留給那些有錢人 造成我一般民眾 受醫療的照顧的權利受損失 那要查 那這麼嚴重的一件事情 居然是一個不具名 不肯告訴大家的南部立委 你到底是誰 然後林淑芬說 如果他自己去看病 被醫院認出來說 你該不是立委零淑芬 他就可以不用收刮號費 但是立委跟官員都是特權人士 一般人是沒有的 那胸腔科的醫師蘇一峰 他說自救吧 有關係背景有錢 就找得到床位 醫療健保這些雖然都沒有倒 但只是越來越慢慢的爛掉 那有台有一個獨家 他說有這個送到 因為現在病人太多了 算沒辦法病床實在不夠 所以119把病人 重症的病人送到 這個醫院的急診室之後 119自己本身的單家 就被扣在那邊了 因為他們有床位 所以單家被留在現場 而且就塞滿他們的街道 狀況非常多 越來越複雜 那現在我們也看到 總統府設了這一些委員會 有相關衛福部的陳時中 還有包括賴清德的老師 都是當這個副召集人 召集人是賴清德 有健康台灣推動委員會 所以大家想說 這些一個都比你還 一個一個都比你大 翁啟輝 陳時中 哪一個沒有比你大 所以會不會他們講的都算 其實你是一個傀儡這樣子 他說不至於 今天邱太元跟陳時中 跟賴清德一起參加活動 就有人發現說 邱太元跟陳時中 多年的心結還是很明顯 完全都沒有互動 林淑芬說 食藥署應該要加強這個預警 而不是事後無動於衷 衛福部會被講說 是太空人的內閣 這個要請教司剛 先講這掛號費的問題 如果是有6千塊的掛號費 可以去排到病床的話 我覺得這不叫掛號費 這個叫做紅包 這就叫紅包 怎麼可能掛號費是到6千塊 是非常非常的離譜 我也鼓勵這位所謂的南部的立委 如果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你要主動跟衛福部去檢舉 去檢報這個事情 去舉報這個事情 因為又回到以前的時代 有錢 有錢人生 沒有錢就在病床上等病房 我覺得這樣子的情況 是台灣醫療裡面的倒退 也很嚴重的倒退 把過去的腮紅包的肉席 又活生生的上演 事實上現在 我們每天都會接到很多的 幾乎每天都會接到一兩個 要病房 或是長期就在急診室 已經待了一兩天了 但是上不了病房 為什麼 因為第一他的護理人員不夠 他護理人員完全不夠 你護理人員不夠的時候 你在上面到病房去 你沒有人照護 所以不敢送上去 所以護理人員的事情 過去陳時中答應 在選舉前 答應護理人員的事情 這做到了沒有 先看有立委提報沒有 還沒有做到 再來健保的點值 到底可以每個醫院 讓他能夠收入足夠 讓他去改善相關的人力設備等等 那看起來是沒有 醫療非常急迫 然後在急診室塞滿滿的情況 你去每個大醫院 一打開 那個走道上都是急診的病人 而且我們很像平行世界 是啊 就是第一線的說 人不夠 床不夠 然後中央都說夠啊 都夠啊 官員都說我都給你補助 然後都沒有人 都沒有反應這狀況 然後看起來 他只看數字 他沒有到活生 讓到第一線的臨床現場去 所以你看每一家大醫院的急診室 都鬧烘烘的 那我不知道台灣的醫療品質 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 那誰要來去做檢討 那衛福部邱太元 他做這個所謂的醫官 醫療官員都做很久了 他離第一線都很遠 你看他會講出說 我去看病 有掛號費優惠 連這種沒有同理心的話 你都講得出口 他每天在那邊排位掛號 但是網路掛號掛不到 到現場凌晨四點鐘 去排隊的民眾 他心裡面怎麼想 難道這些醫療 我們全民健保 實施快30年了 醫療還是分貴賤 有錢的人看得到好醫生 沒錢的沒辦法的繼續排隊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醫療是基本人權 我覺得這個基本人權搞不好 都弄不好 我覺得民進黨該檢討 跟荷包有關的 就是我們交通的違規 因為現在我們監視器去 檢舉人家的太多了 平均去年的話統計出來 交通相關的違規檢舉 你知道一天有幾件嗎 全台灣一天5萬件 一天5萬件 我光是派一個人坐在那邊 看畫面 開單 我都來不及 一天5萬 一整年1700多萬 所以現在內政部 還有包括立法院 有相關的這一些討論 就是說有一些 就不要開放給民眾檢舉的 不能檢舉在這邊 開車用手機 行車時吸煙 倒車未亮燈 橋樑隧道 快車臨庭等等 還有包括並排停車 不可以停車出圍庭 那這幾項有關圍庭的取締 到底要不要開放給民眾 直接檢舉 現在引發了一些爭議 那可以檢舉也是這個 沒有戴安全帽 人行到圍庭 所以一樣圍庭 但狀況不一樣 行人穿越到圍庭 以及衛衣順向來停車 還有你佔用深站的車位 這些民眾可以直接檢舉 所以你接下來可能有點麻煩 你要檢舉人家停車 你還要看狀況 有的你可以檢舉 有的你不能檢舉 那交通部長有講說 其實不用擔心 如果你覺得問題很大 你就報警 叫警察來開單 可是警察真的有那麼險嗎 水扣水到直接來 就直接處理 那現在紅線圍庭就不行 不能檢舉 紅線林庭不行 並排停車 也不能民眾來檢舉 但是這些人行到圍庭 或者是佔用深站車位的 這個民眾就可以檢舉 但是變兩難 開放給民眾檢舉 人人恐慌 用車人就是掉以輕心 隨便一個不小心不留神 就直接罰單就來了 但問題是都沒有檢舉他們 到時候反正民眾不會檢舉 警察也不會來 我就隨便亂停了 就變成兩難 另外一個是大型重機車 停車格一位難求 所以現在台北市要示範 兩個機車格 挺一個重機 我昨天看到民眾也在吵 所以他們覺得 台北市應該一個格子 就應該挺一台車 有些人會擠 擠在兩台車的中間 他覺得這樣不好 然後重機的停車格裡面 停機車格 就要開放他可以停兩個一個 但是也有人發現說 六台的重機 停在一個汽車格裡面 這樣是違規的 也有重機停在汽車格 這個萬兆規定 就只能停在同一個格子裡面 請教兵哥 我覺得當然 警察的負擔真的是很重 如果大家每天這樣檢舉 五萬多台灣才幾個警察 所有事都不要幹 大家都去抓這一相關 而且他還要認真看一下 畫面到底有沒有違規 你要知道其實做警察 有的時候真的很累 我隨便不要講 不要講說這種檢查圍庭的 這種比對監視器畫面的 你光是那種抓迷片的 那些警察都看他會吐 因為他們可能一次要比對 好幾百片上千片這樣 他們可以跟沈柏洋分享 對 可能沈柏洋資訊 就從他那邊來了 也不一定 我不曉得 可是我覺得你也不能陰夜廢食 因為說真的 為什麼民怨這麼大 就是因為台灣的圍庭亂象 真的非常嚴重 因為我自己也曾經被人家解局過 所以我會知道 當然被檢舉人的信頭會很不爽 可是問題是 你有一些地方真的是不能停車 你現在說可以檢舉的 剩這幾個 那我請教一下 消防栓前圍庭為什麼不能檢舉 消防栓前圍庭是很嚴重的事情 我覺得公車站排圍庭 也應該可以開放檢舉 因為有些圍庭停在公車 真的是很囂張 然後並排停車 並排停車常常會造成 整條路都不能動 那你為什麼覺得這種東西不能檢舉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 李孟宴也不要 我聽你回答我就知道 你完全沒有 任何一個完整的想法 就只會告訴你 警察還是可以開單 我當然知道警察可以開單 這需要你講 但重點這些 剩下這些問題你怎麼解決 我覺得這是一個 完全沒有經過仔細思考 只是單純 為了想要減少一點檢舉 才做了這樣一個政策 量不要那麼大 對 只是這樣子而已 那你乾脆全部都不要好了 就叫大家都不要檢舉好了 可是這樣是真的正確的嗎 憑哥 那重機這個 到底要怎麼解決 重機我覺得 現在其實是一個兩難 就是過去規定是說 重機就是比照汽車 因為重機自己 決定自己是比照汽車 是 那但是問題來了 就是我們哪有那麼多的汽車 停車格 根本沒有 實際上有開車的人知道 光是汽車自己都搶破頭 很多地方的一位難求 那你何況是停重機 就空間有限之下 你一個車子停在那邊 還空出很多位置 但是又不能多停 是啊 所以你就會 大概有時候覺得 重機就站一個停車位很可惜 可是問題是你現在去把它變成 站到一般機車停車位 抱歉你以為我們一般機車 停車位很多嗎 其實也很少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沒有經過 深刻思考的政策 應該要再多做評估才對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現在任制作戰到處都有 所以讓有一些人 本來沒有瘋的變瘋 然後瘋的更瘋癲 那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一下南部現在 激進黨的議員張柏洋 他爆料一個天大的事情 他說不得了 有一個兵馬俑展 裡面有一個系統 那個系統是 你消費者來拍一個照片 拍這個照片要幹嘛 要比對你跟兵馬俑 長得有多像 坦白講這遊戲還滿無聊的 長得跟兵馬俑太像是好事 這臉就不是方方正正的 總之就是一個醋鼻的遊戲 就讓你拍好玩的而已 但是張柏洋說姿勢體大 因為這個後面主辦的單位 四個主辦單位 有三個是中國的組織 第四個是台灣親中共的組織 統戰單位 你拍的這些照片 習近平會看得到 就是這資料照片 會提供給中國做人臉特徵 坦白講 沈柏洋接受訪問的時候露臉 你也是收得到他臉部特徵 但要你的臉部特徵 到底能幹嘛 我不知道 打台灣會比較方便嗎 相關大會講出來更妙 他說金查 這套系統是台灣做的 而且是我們偉大的奇美做的 奇美 綠的不得了吧 你說墨綠吧 對不對 然後有網友也發現說 在台中有一家全家 他們坐了一個兵馬俑那邊 手上拿著雙麒麟 所以就開始玩諧音梗說 情何以堪 然後還有夏日戀情 情朝的情 歷史的口味等等 沈柏洋這一次突然變正常了 他說這不一定跟統戰有關係 你還要看背後是不是有所謂 拿到牆 延長性等等 所以不可以這麼貿然的斷定他 突然間變正常了 所以他會有回觀仿照 會突然間正常這樣 那有台東森的節目 被人家爆料所有大陸的記者 在那邊盯他們的節目 決定了所有節目的內容 現在陸委會副主委 梁文傑出來跟大家講說 找不到這個爆料的人 所謂的資深媒體的人 找不到 找不到這個人 然後案子是發生在過去的時候 當時的這位大陸的記者 趙博離開台灣了 我們找不到他 所以我們現在很難追溯 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問的每個人 東森也否認 然後相關大會全部都否認 沒有人證實 然後又找不到這個爆料的 資深媒體人 但是梁文傑最妙的是 他的結論是什麼 他說我們不排除 還是有證據 然後4號兩天後 在立法院報告的時候 他會提出初步的調查的結果 兩天後看會不會有 找出資深媒體人 所以現在包括自由時報也講說 我們還有其他單位在進行調查 請大家靜候 倒是這個吳子佳 不忍啦 他直接告 狀告趙博 就大陸這個新華社的記者 要告他說 如果自由時報講的是 你危害我們的這個國家 你涉及內亂等罪行 說要告發你 他要傳誰 傳沈柏陽 邱垂政 還有自由時報 如果有那個資深媒體人 我看他應該也會傳 那現在還有包括民進黨 黨中央他辦了一個座談會 然後找了學者這一位 世新大學的副教授 他說中國現在藉由媽祖這些宮廟 對地方進行統戰 因為民眾會相信媽祖 媽祖叫你支持統一 你就會支持統一 會影響你投票行為 戒選的效果 難怪民進黨要去 把彈藥放在這些宮廟裡面 請教斯剛 我覺得是每天搞一些 甚至作戰 已經到了胡扯八道 不知所言的地步了 你想東森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常會偶爾會去 我們幾乎每週都會去 東森節目 那一週他們的執行單位 就問我們說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人 我們在這棟樓 或在攝影棚看過 我們說這個完全沒影響 完全沒影響 所以你是隨便的一個指控 就讓一家電視台 全體總動員 然後去做澄清 然後被潑糞水 到現在還無法去證明自己 我就覺得這樣子的一個爆料 事實上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而且變成一個認知作戰 以後任何的言論 跟民進黨不一樣 或是在批評民進黨的 他就會說你是受了 某某的指控 某某的指揮 請問我們現在台灣的言論 自由都沒有了 通通不見 通通不見了 但我們也太過自由了吧 毫無證據就可以做出 這麼重大的指控 而且你說 他說找不到爆料者 找不到爆料者 你陸委會就應該第一個時間 就這樣講出來 你不會讓這個事情 燃燒一個禮拜 然後很多人都去指控 這個電視台 讓這電視台蒙受不明之冤 請問他的損失 你可以陪他嗎 就有被害者有死者 但找不到兇手 找不到兇手 你說4號去報告 我認為沒有東西 你有東西找就出來了 你有東西找就 拼像當初這些 一個一個把它倒出來說 誰誰誰 幾點幾點 然後在哪個攝影棚跟誰 那天的來賓有ABC三個人 你有啊 早就講出來了 搞不好喔 搞不好還有埋梗喔 搞不好拍到趙博 在攝影棚照片喔 兩天後看有沒有 現在合成技術很發達 對啦 對啦 我們中間再卡一個人進去 我是很好奇 梁文姊到底知道 他是男的還是女的 所以我覺得省電視就是沒有 就是一個耳聞的一個事情 那每次用耳聞事情 做認知作戰 去拿選票 我覺得非常蠻可惡 還有這個宗教的事情 都很多的民間信仰 很多的民間信仰 還不是民進黨在去裡面 去爭奪 很多還是你的地方的條蛤咖 很多宗廟主管 那他們也被統戰嗎 對 修辱媽祖跟關公 我不知道對民進黨 是不是覺得票太多 那彰化今天也發生一個 非常非常離奇的新聞 彰化的民眾在整理家裡面 挖出了一個砲彈 我想說又是實軍團的 結果他不是 是以色列的砲彈 我們彰化民宅 怎麼會有以色列的 迫擊砲的砲彈呢 民眾還以為是玩具 看起來很可愛 結果沒想到是砲彈 扎實的砲彈 那我們剛剛因為認知作戰 做成這樣子什麼都是 到處都是匪諜 所以我們現在發現 有一個賓士男 男子四十幾歲 開著他的賓士 而且把賓士裡面 塗了一堆認知作戰 然後先去闖AIT 再去做總統府 然後被抓的時候 他就高喊說 我的老婆是共諜 我的老婆是匪諜 我覺得應該是 沈伯楊教的 因為什麼要一直告訴大家 小心你身邊都有匪諜 這是賴清德上任第一期 賴清德上任其實一個多月而已 未來會不會更多 我老婆是共諜 我老婆是特務 我老婆還是個高官 然後律師到了他還說 我拒絕你當我的律師 他說法還蠻妙的 但是人家發現說 他全身都是名牌 包括什麼巴黎世家衣服 大家以為他被刺破 但不是那個是他天生 原本的造型就是一個洞一個洞 大家不懂流行 但是要多看一下 兩萬塊 他的這個運動鞋 是三萬五千八百多塊錢 然後他後來這個被積壓 這個移送的過程當中 你穿的是費德勒聯名的T恤 這個比較便宜一點 因為他是運輿骷髏的五百九 但也是就很潮 那更妙的是他的老婆 他剛剛講的那個特務共諜 也倒案 他的老婆雖然指控他是共諜 但愛老婆還幫他把臉遮起來 你不能這樣支匪助匪 這樣子這種行為會有問題 那家屬說他們從小生活富裕 不用擔心工作 因為相關的這個身體狀況很嚴重 才會犯案 那到底是什麼樣一個社會環境 刺激他會覺得國家所謂的認知作戰 會讓他開兵事去衝總統府跟AID 請教兵哥 其實我必須講 這個人應該就是 他自己可能有視覺失調 或其他精神狀況的問題 這個警方已經帶他去就醫了 那我覺得家屬就是領回去之後 就是好好看護他 因為他有這種暴衝的行為 當然是很不可取 那也會造成變 兵哥有沒有覺得 就是這陣子以來 我們社會上很多人 比如說刺人 殺人 包括終結等等 這種案子越來越多 到底是誰在刺激他們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精神狀況 如果本來就不好的時候 那社會每天呈現給你的 媒體每天呈現給你的 就是這些疑神疑鬼 會生會癮的這些東西 那我本來精神狀況 就不是很正常的情況下 你就慢慢 這是一種投射 他開始也覺得 我身邊是不是真的就是這個樣 到處都是匪諜 到處都有人在認知作戰 等於是你們在不斷的教導他 往這個方向去想 那這個其實是非常糟糕的 一種狀況 我真的覺得 我們的社會 你不是不可以指控人家是匪諜 那麻煩你提出證據 我不要只是憑兩個 兩片嘴皮子碰碰就講出來 拜託沈伯揚 拜託你們民進黨的這大堆人 拿出證據來再講話很難嗎 那現在還傳出什麼 PTT瘋傳有2.4萬人的黑名單 還真的有人去比對 還真的滿多人就在這個名單上面 所以現在是不是民進黨的 這些粉絲們罵輸了就崩潰 但接下來這個也是認知作戰 而且這個故事我真的覺得 我們台灣的政壇怎麼會 發生這麼低的事情 我們吳思瑤北投的立委 司剛是北投的議員 是你北投議員 你曾經的對手這樣差一點點 去年的對手 本來你應該要贏他 如果沒有人攪局的話 吳思瑤他看到了你們國民黨 你有去對不對 你跟徐曉星去宣講 就是昨天的下午5點半到6點 去宣講什麼 因為立法院相關會有四線案 大家知道國會改革的內容 所以他們就就地 當地半個小時跟民眾宣講 他們立法院在做什麼 就吳思瑤知道這個活動說 他在昨天的下午4點23分 臉書發文說你們來不要這麼 感覺好像很政治很暴力 這樣氣氛不好 來來來 我思瑤姐姐 我做客 我做東 我請你們吃北投最有名的 四個他推薦的這些美食店家 你們吃 潛算他的 他是4點24分發文 所以後來沒有想到 這個徐曉星等人 一干人等就立刻 本來活動是5點半 5點21他就衝去雞排店了 四家店有一家沒開 但三家店他們要付帳的時候說 吳思瑤說他請客要記他的帳 結果沒想到有個賣豆花的 水龜柏這個豆花 他就說沒有啊 吳思瑤沒有跟我們講說 他要請客 所以他就轉身打電話 問吳思瑤辦公室說 你們是不是要請客 30個人這樣子 但沒有想到 吳思瑤的辦公室說 沒有 我們還沒講 可是你是4點23分 告訴人家你要請客 所以他就立刻請他的助理 這四張都是他助理拍的 立刻 你所謂的立刻是幾點 你知道嗎 根據他們自己秀出來的發票 是晚上6點48分 你4點跟人家說你要請客 人家活動結束是6點 你6點48分 你才去說你要去結帳 然後更妙的是 因為徐曉星說 我們不吃虧偷草了 現在有30份在那邊 聽說到禮拜五之前都有笑 歡迎大家趕快去 但吳思瑤現在反邀你們 說你們甚至許曉星去錄音 說你們太急了 他甚至怪你們 說你們居然沒有想到 你們會在活動宣講 之前就去吃了 有這麼急嗎 但問題是你們活動結束6點 他還是沒有去付 曉星說你發問我們之前 跟我們說進他的帳 四家那麼一家沒開 其他三家都不知道 有這件事情 你的請客也太假了吧 是剛剛怎麼回事 所以實在太廉價的請客吧 第一個我請客 我一定要告訴店家 我放30份在這邊 誰來誰就取 所以是你們的代用餐 對 駐獎代用餐 而且在駐獎之前去吃吃涼的 駐獎有體力 那家水龜不是 我們十排名店 外面每天都大排長龍 因為夏天吃爆冰 吃刷冰 吃豆花 就刷醉 所以之前去有什麼問題 而且你在臉書上 你在5點半之前就公布了 我們活動是5點半 4點4 3 所以他明明就知道 我們5點半公布 因為我們是公諸於是的一個活動 不是偷偷摸摸的 我是覺得他應該覺得 你們不會去吃 當然會 你請客當然要去吃 而且請客一定要跟店家先講好 我放30份在這邊 不管今天是徐曉青 因為他四家店 每一家店有30份 他要不要開放給一般民眾 禮拜五之前大家去搶 這應該要開放 就開放 因為這已經過了 昨天宣傳時間過了 所以這四家都很有名嗎 都在附近 大概這樣走一圈大概10分鐘 吃牌小禮是賣什麼 吃牌小禮是在 我就幫大家 果汁 果汁的 在那個吃牌商城的裡面 夜市這邊 這四家在這 走一圈大概就10分鐘 10分鐘就到了 現在是我們一個 在我們吃牌地區 算很有名的幾家店 大家現在其實去OK 因為現在還可以喝四神湯 吃吃水煎包 再吃吃甜點 其實吃藥這個花的成本也不高 因為都是同班美食 對 所以就是基本上 大家都可以享受得到 就OK 我講的是 請客要有誠意 他這樣算不算大翻車 對 請客要有誠意 要先跟商家講 要把錢放好 或是告訴大家結帳 一張張結多少 而且請客哪有去管人家 幾點去吃的 你既然四點多 就在臉書公佈了 人家五點多都去 五點二十去 OK 看他的臉書 馬上很興奮的跑過去 時間上也剛剛好 而且請客哪有限時 六點半活動結束後才能吃 並沒有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他可能想要趁這個機會 做一個順風車 然後要倒打大家一把 覺得說沒有關係 但沒有想到你們真的去吃 然後我很大度很大方 沒有 真的有人去吃 就翻車了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最近很多飛機急降的爭議 越來越多 而且每一個狀況都非常複雜 來看這個畫面 這次停在巴西 他本來是歐航 歐洲航空 從西班牙要飛到烏拉圭 但是他突然間 就是遇到亂流 急降 造成你看這個民眾 都已經被串到機艙的上方 最後被拉下來 總共40多人骨折 每一個莊莊漸漸都很嚴重 而且越來越多 吊詭的是有人說 他因為跟天氣有關係 氣候邊遷造成極端的氣候 氣流變得比較亂 跟過往不一樣 大家搭飛機要小心 但是每一次都是波音 又很奇怪 照理講如果是氣候的關係 應該會有別的機種 為什麼老是波音 這就非常奇怪 還有包括南海現在 因為相關的亂流越來越多 所以他們提前40分鐘 結束客艙的服務 但我覺得這是僥幸 因為他根本不是你趁著 服務的狀況 他是都有 所以這個跟提前提後 沒有關係 但是現在有在討論一件事情 到底飛機上面我喝的水 跟我去廁所洗水 沖馬桶的水 是不是一樣 所以美國有個航空姐 他告訴大家 水源一樣而且很接近 所以盡量不要在飛機上面 喝咖啡或者是喝茶 要喝就喝瓶裝水 但是瑞秋告訴大家 其實它是同一個水庫 但是它有不同的水管 所以這個水本身就是乾淨的 你不用擔心 喝的也是乾淨的 沖的也是乾淨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但是這一張倒是 讓大家印象很深刻 因為大家都一直以為 在飛機上面大小便 就是趁著沒人發現的時候 直接排到飛機以外的地方 在下面可能就被坑到 但不是 它其實會利用真空的系統 把它收集在一個儲藏 廢棄的廢棄箱裡面 所以大家可能跟大家想的是不一樣 那空服員爆料機上的用水很髒 地勤說其實都會洗 所以相關的檢查單位 也會定期的抽查 所以大家可以大方的飲用 他們有UV光線殺菌 飲用水過濾系統 還有過濾水垢 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時候這個飛機 不是送洗禮箱 有的是運這個水車 另外一個大家比較少知道 因為搭飛機空調很強 所以它空氣特別乾 喝的東西可能會造成肚子痛 比如說汽水喝太多的話 可能會造成這個胃器 腸胃的消化會受到影響 如果喝太多咖啡 酒精 還有大量糖分的東西 你很容易脫水 現在有排行出來 卡達航空又是得到第一名 我們的國泰也來到第五名 這位請教司剛 先講飛機水的問題 請大家不用恐慌 不要以而傳而 因為飛機上面 你就喝的水的供應 跟沖洗馬桶的供應 是兩個不同的管線 而且那個給大家喝水 那個是要會定期的消毒 對 它的管線消毒 所以請大家不要去以而傳而 它水源是一樣的 馬桶那個水也很乾淨 但我們喝的那個水的管線 還特別輕 對 不一樣管線 所以在飛機上面很乾燥 還是要多喝水 然後飛機過 你也不要擔心 會有大小便K到你 對 不要擔心 那種收集之好濃縮 它會降落之後 會去另外把它處理掉 另外最近的亂流事件 我自己搭飛機我也感覺 最近的亂流比較多 真的很多 對 比較多 然後專家說因為氣候變遷 但是所以這部分 可能我覺得還要在更多的數字 去了解為什麼會造成 然後在哪一些的空域多 哪一些空域多 然後它的這個高度是多少 會碰到這些事情 我覺得比較害怕的是 顯然今年這麼多起 嚴重的這些案例 至今還沒有相對應的對策 等於說大家看運氣了 就來得很快來得很急 氣象也許很多氣象預報 都沒辦法及時給航空員 駕駛員很快多訊息 我整個資料信息就已經碰到了 然後最吊詭的是 現在出事的幾乎都是模範聲 波音 然後都是波音 波音現在已經不是模範聲 航空公司是模範聲 但是飛機機動都是波音 波音的市場份額也大 那你像過去 波音737 MAX這個機型 兩次的失事原因 跟自己的安全製造有問題 所以被停飛好一陣子 最近才開始陸陸續恢復 那我們乘客怎麼辦 所以台灣的航空市 後來都沒有採購 737 MAX A型 好像都沒有採購 然後像波音公司裡面 很多的工程師 或是安檢人員的爆料 後來有一個工程師 還莫名的就死亡了 莫名就死亡了 懷疑說是不是跟這個爆料 有很多的關係 然後美國政府 對於這些爆料也適而不察 因為波音是他們一個很大的 無法得罪的公司 對 是一個很大的 而且它很多的軍品的供應商 也是波音 所以我覺得在這部分 我覺得大家搭飛機 隨時系安全帶 好 我們更多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BRAID PINKER的VISA 強勢回歸 推出他單飛之後的單局 他回到他的故鄉 對泰國的家鄉強力的推銷 他跑到哪 這個地方 去過曼谷的人都熟悉 就是他們的CHINATOWN 就直接在最熱的地方 最熱門的地方 來幫他的祖國 幫他的家鄉做觀光的宣傳 而且連裡面的登社 他都用他們當地自己曼谷的民眾 而且還有配合各種不同的族群 各種的性取向的這些民眾 讓他們有平權跟平衡的感覺 但沒有想到 有人在跟他計較一件事情 因為他封接他大手筆 給這些店家 封接期間都給他們2萬泰銖 去過泰國都知道 他們一天的基本工資才300多塊錢 2萬泰銖是一個月的薪水 但是還有人不懂這個行情的 在嫌說Lisa 你是頂尖的頂流的明星 怎麼只有2萬 但是知道泰國的薪水 就說2萬已經是一個天價了 不得了 而且重點 封接是幫你促銷觀光 感謝他都來不及了 他取景的拍MV的地方 整個帶動的觀光 其實他們觀光就很拚了 但是也有一些有名的模仿的王 這個男的 因為Lisa是這一張 他有一個非常火辣的造型 那個男的就把他的內褲往上拉 遮住他的胸部之後 拍出了一模一樣的效果 Lisa看了應該會噴血 然後包括泰市場Lisa歌手 這個Lisa Denson 一些效果就出來 那昨天在101有一個畫面流出來 大家就討論說有一個身材 非常火辣的辣妹 一邊講的泰語 然後又講的台灣話 然後大鬧台北的101 把這個店家名牌貨這樣掃 他不是買東西掃貨 他是用他的手把這些貨 掃在地上這樣子 那這種各種說法都有 第一時間說他是泰國人 然後後來又有人講說 不是 這個是自己姐姐 是他的同學 他在泰國工作 因為男朋友出軌 所以帳戶的錢被騙光 大受打擊等等 但是又有最新的說法說 他其實是個男的 請教兵哥 對 因為最新就是有人 直接拿他的護照 跑到警察局說他是男生 然後這個就讓大家覺得 光怪錄影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他為什麼會這麼失控 所以我覺得